政府這邊他會兩難 然後他一定會選擇 他要的 他拿的案子 會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他要 其實如果在拿政府案子的教授 其實是非常好的 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 就是說這個是個案 我們知道每個案子都有個別 但是以開拓戰場的角度 戰場一開 就會社會就還是有壓力 那 就都市計畫方面 奧斯有他們專業 那文化團體就是環品 就是環品跟都市計畫 這兩個大概是比較大案子的 是可以走這條路 那如果這兩個大案子 這兩個戰場有辦法的時候 就是小案子的那一塊 小案子的那一塊就是束綁 文化資產 看想辦法能不能去開拓戰場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公民參與 就是剛剛好 因為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 不是每個老師都這樣子 對 你不能看 就有的人他是網路搜尋 他覺得這老師好像名聲不錯 平常著作聖風 應該很有觀念 其實這很難說 我覺得還是要透過一些人脈 私底下去打聽 哪些老師真的比較可能會幫忙的 然後透過國美不能直接打野他們 直接打野他們不太好 會有一種類似遊說的感覺 最好是透過熟悉的老師 譬如說我們之前有個案子是那個 那個 豐遠 豐遠 投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 大家知道嗎 這個就是成功的網路聯署的案子 那我們去都委會 打了好幾場 對 然後就是慢慢打打打打打到最後 一方面社會主義嘛 已經弄到九萬十萬人這種大連署力量的網路力量大 那我們每一次去都委會 每一次媒體都會追 只是追的比例不一樣 但是 那都委會裡面的學者 我們幾乎都很不熟 但是少數我們看名單 剛好 摩摩老師有認識 但是實體學 然後去跟他講說 老師 這裡有個 當然我們要準備清楚的資料 給人家 不能說 什麼都 人家都搞不清楚就要幫我們 我覺得這是很多 運動會遇到的困難 就是我們什麼都沒有整理好 然後就要有人家幫我們 然後人家也很難幫 然後整理好一個簡單的 然後 E-mail給他 然後上面E-mail上面都不要留太多的 太多的 你就簡單說老師有這個案子 你知道你是都委會 那請您關注一下 不要說什麼 請您幫我們 不要留下這種字 然後單字字一下 可以透過手機老師打電話 像我們那次老師 那個案子就是 楊崇信老師 文化大學楊崇信老師 那他就在那個案 場會上就是很幫忙 一直講 然後因為他也不是只有幫忙 他從客觀的角度 專業角度來看 這樣你本來就是有問題 怎麼可以這樣做 不過我覺得後面會遇到一個困難 反而是說 這些說真話的委員 當中會不會被請走 他下一間會不會被請走 或是他自己會失望 因為可能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講 然後連主席都是 完全偏袒其他的建商或是什麼 這種情況倒是比較容易發生 因為政府就已經占掉一半了 就是扣到主席的部分 就是制度本身有一點 因為你本身的制度就是 所有的都是政府他占掉一半 然後那個湖外的就一半 其實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當然基本上這樣 但是 像我們以松菸的經驗 我們松菸記錄沒有遊說 可是我們每一次去還品 每一次去都委會 就是有老師會支持 對還有一個可以講的例 是蘇花糕 蘇花糕那時候在第二次 那個政策差異還品的時候 因為他還品已經過了 他只是說事隔多年 他必須重新做一個環境差異的 一段分析的評估 然後就等於說 這是最後一個卡住他的機會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大家就是去 就有一群年輕人嘛 他們就發動說 因為那天是在環保署 要成立那個環差的會議 那我們就在門口 我們不是做平常的那種抗議 完全不是 我們就在門口 替環評委員加油 我們就把訴求很清楚 而且那個訴求是很理性 就是說 反對貌然興建蘇花糕 我們也沒有反對興建 我們就反對說 你什麼都沒有做好 然後你就要興建了 這是貌然興建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每個人就是舉一個 反對貌然興建蘇花糕的傳單 然後那邊唱歌跳舞 然後替環評委加油 然後旁邊就來了 兩三車那個 花年的鄉親 被那個當時的立法人 現在的縣長動員來 說在那邊罵說 你們這些小孩 什麼都不懂 對啊 不是花年人 對 可是我們就要 想盡辦法 要很和平理性的 不要跟鄉親其衝 因為我們今天的訴求就是 聲援 環評委員 結果後來果然 在那環差的部分 就擋下了 對 所以其實 的確是有一些 不用透過私下遊說 也可以進行的行動 對 可是這就是變成 我們要摳 社會上關心的人 對 時間差不多到 好 那 那 那我這邊 等一下會把大家 剛剛講的流程 再把它 很寫清楚一點 然後貼在 newswall上面 然後大家 等一下還有什麼 想補充 再補充這樣子 好 先說 剛才有提到 那個國家要 重大建設 就是說熱森 因為熱森實際上 就是有老樹 全部都會看 那現在如果說 淡北道來說 淡北道的老樹 熱森的老樹 那是不是淡北道也會碰到 它4.7公里的一條公路 會不會也是什麼 國家重大建設 然後我們這個老樹條例 就會失效嗎 現在這個 國家重大建設 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怕你誤會 那個是花火這個案子 台北市用決議的方式 然後決議 往重大建設 對 市議會 就說我不太清楚了 然後 以 我忘了是用立法的方式 或決議的方式 要去查 然後以重大建設 它不是排除書法 是排除環評跟督審 因為它那案子太大了 那個 依法 就是依中央的法 超過 都市 對 它是十幾公頃的地 就是連 不是在台北市 都要做環評的案子 然後它那麼大的 那麼大的區域 在都市計畫裡面 影響這麼大 不管是交通衝擊 不管是 一定要督審 我是說它排除了環評跟督審 這個東西是很明確違法的 就是你地方自治 不能去超越中央的方式 那他們 那個熱身跟 大北他們是用這個 他不是用這一招 他是用其他的招式 那現在是說那個 素保條例 這個很有力量嗎 我們扣住這個 就會打 這個只有在某些 素保條例 就是為什麼會 剛剛那邊有開一組 是如何讓素保條例 那個 我有寫前幾天 有寫一些文章 但沒有說 就是 原來素保條例 還是有一些那個 我們比較台北市縣 台北縣的法令 比較進步 所以台北縣的法令 很好用 它除了沒有素保委員會之外 台北縣的法令 比台北市 進步太多了 進步到甚至連私地都可以徵收 那是因為整個環保局的問題嗎 對 是不是 就是談到台北縣的法令出來以後 台北市去抄它的時候 就不把幾個 重要的拿掉 拿掉 那 就是說台北縣的條例裡面 本來是 受保護術物之外 行道術跟其他術物 只要術物都要還 那這是文化局的事情 還是環保局的事情 文化局 文化局 在台北市是文化局 在台北縣是農業處 農業處 他主管當然是農業處 那但是台北縣很好打的是 法令真的很好打 法令上他 比台北市的法令還好打 幾乎 百分之九十九都沒有送施工計畫 我們去打了 他都沒有送施工計畫 他說當然 打了就會改進 台北市的那個 特委會本來也沒有送施工計畫 那如果 那個上回到的SOP 如果用數法條例 就不會像樂森 什麼重大工程 就沒有 就不會用數法條例 就打下 大北可以嗎 大北用數法條例來說 我就有責任數 那你的路就經過了數數 他就沒有放棄了 大北可能 用數法可能威力沒有大 但是是可以用的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數法 它不是說保護數目都不能移 還是可以移走的 就這個法令誰用 對 如果是幾鄉 要很積極保護的那個法 還是有一些可以用 可是他如果不願意保護的話 就沒有用 那因為 因為大北市還有其他更強烈的 生態保護區的這個法令 還有某樹林 因為重要生態 我們有一個更強烈的中央地方 當然就中那個 但是一些小案子 連 連什麼環境法度的為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度耶 就是數法 就包括那個大鵬跟江翠這個就是 OK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們剛剛討論一些SOP吧 然後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原則 剛剛聽到大家講起來 第一個我們要找出市主 對 就是沒有 有管理單位就要找管理單位 有主管機關就要找主管 無論如何 你就要是要把市主找出來 找出市主 他失職你可以罵他 如果你連市主都不知道是誰 你不知道要罵誰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要有市主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就算沒有用 可能說他只是拖時間 也要拖 比如說我們今天找數寶 明明知道數寶委員會不會發有什麼作用 可是他可以拖一個時間 那我們就是拖 拖的之間對我們是有利的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想要呼籲 請大家 我們可以自己 如果是個人的話 至少要做到第一步 就是你要把白紙黑字的紀錄留下來 然後整理清楚 再去找其他的外緣這樣子 好不好 好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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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